过了山 过了山顶 之后 跌下来 球会进的了 明白 来一球 准备 OK 射过山顶 让他跌下来 来一球 射过山顶 让他跌下来 明白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我想多说射球 因为有网友再多问我一次 之前我说过一个Mountain Shot 一个山的射球理论 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第一 第一 很大部分 很大部分的人射球 会认为一样东西就是 我射球的终点 终点 是在框那里 记住 如果你射球 你打算射球的终点 是在框那里的话 你会不其然 会变成 由后向前 去射球 因为你的终点在框那里 所以你的球就会比较平飞 OK 知不知道平飞 如果我射球 拌密线不够高 的话 有什么后果 当然 可能就说 没那么容易入 因为框 记住 籃球是由上而下入的 所以我应该是射向上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你射球 是比较平的拌密线 由后而前 就是说 你会特别用力的射球 为什么呢 几件事 一 之前在射球力量那里已经说过 射球是用脚 不是用手力 是的 我亦都看到有些留言 有人说要用腰力 以及用手力 是不是 人人的说法都会不同 不同教练教的东西 的确会有不同的 我会说 是用脚和手腕 到今天也是 因为如果你用腰力的话 你射球 其实都必然是有种 扔出去的感觉 我反过来 我会建议你尽量 不要用腰的力 尽量用脚的力 尽量用脚的力 腰呢 我上次讲过 鎬腰的 OK 但是呢 有很多人问我 怎样可以鎬腰 记住 鎬腰 你不需要刻意去鎬 只要你的重心靓 你的腰自然不会动 什么叫重心靓呢 之前我有条片 亦都讲过 臀部肌肉训练 就是训练你的脚 OK 臀部的力量 如果一个 一个重心靓 好的射球动作呢 我们是向下呢 屁股呢 是向下的 收紧的 大部分呢 会中前的球员呢 你的屁股呢 臀部呢 是会 隔起的 你记住 隔起的时候 屁股放松 腰用力 OK 当你的屁股向下 就是腰放松 屁股用力 OK 当你跳起的时候 其实你跳起的时候 你的腰正常不会动的 动不了的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鎬腰的效果 你不用刻意不要动 但是你要腰直的 腰直的 当你跳起的时候 腰是直的 教一个 比较简单的 感觉到 什么叫用 鎬腰的效果 OK 首先前后脚 OK 你用 试一下 不要用脚尖用力 我们的脚掌 解释到脚掌 不要用这一部分 前面的 用后面这一部分 用脚尖的力量 下 上回来 下 上回来 下 上回来 上回来的时候 去射球 你就会发觉 你是用你的腰 动不了 当你的重心慢慢训练好 用脚尖用力 脚尖用力 的话 你就自然做到鎬腰的效果 但是去到比赛的时候 很多人都问我 那我不用脚尖用不了力 其实 训练的时候 先用脚尖 OK 到你 训练了重心 习惯了 用臀部 用大腿后面 臀部的力量 臀部的力量 腰是直之后 我们自然 就算 我是用脚尖 我也是用这一部分的力量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建议你用脚尖 去感受一下 大腿力量的射球 为什么不要让他用小腿呢 记住 如果我用前面脚尖的力量 一般都是用小腿的 小腿的力量 必然是大向前的 必然是大向前的 所以你用不到后面的一部分 亦都用不到大腿的肌肉 为什么中前 就是因为你用小腿 如果你要用大腿的话 请你用脚尖 OK 好了 刚刚说到 就是说 我们射球 的终点 并不是在这个框 那在哪里呢 OK 我们又要请到阿豪出来 帮我撿球 好了 镜条一转 请了阿豪 还有雪糕桶 OK 这个雪糕桶 有什么用呢 第一 你记住 你射球的终点 其实不是一个框 你射球的终点 是在框 下面 OK 你射球 其实最终点 就是雪糕桶 而你是要穿过雪糕桶 不是 穿过框 打到雪糕桶 所以你不应该向前的 对不对 我刚刚这球是向前射的 如果这个球 如果这个球 没有了框 没有了块板 你想想它的终点 会去到哪里 阿豪 几后三步 对 它厚一点 厚一点 刚刚的球 中点 会来到这里 对不对 你就浪费了力 你就浪费了力 OK 但我们呢 其实呢 中点 在阿豪几巴雪糕桶 那个位置 其实 我们在这里 就是这么近 你不应该很用力 记住 记住 我们要射 终点 是雪糕桶 所以我们应该 向上 穿过 那个框 打下去 OK 如果你想练 这个 所谓 高抛物线 Mountain Shock 第一样东西 你可以找一个雪糕桶 找一支水 或者找一个 我觉得最有效的这个方法 找一个你多讨厌的队友 站起来难底 你记住 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平时都是这样的 如果教学生的时候 你的目标就是 打这个人 射球打他 OK 如果我想打他的话 你继续摇一下 OK 如果我想打他的话 我向前射 射的也不能打他 继续 再来 我要打他 OK 那 球进了 我都不能打他 OK 好了 我要打他 放松 上射 对了 我开始害怕了 是吧 但我也会打他 再来 继续 上射 串到他 哎呀 又被他顶了 对了 射了这么多球 炒了几球 OK 我还是打不到阿豪 但是呢 你会发现会打他 而且不用力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称之为 这个叫Mountain Shock 就是 你去到那个框 对 其实中间呢 你当中间 哇 有一座很高的山 一座高山在这里 哇 很高的哦 高过板顶的哦 OK 你只要 射球 穿过这个山 穿过这个山 他就会跌下来 入 变相就是什么呢 你射球只需要用一半的力 一半 用你自身的力量 另一半 是球 跌下来 用地心吸力 我们用一半的力 另一半 地心吸力 去入这个球 这样 你射球 就会省力 越省力去射球 你可以控制球的能力 越高 由于你去打 桌球 越用力 越不准 越不准 越不准的 OK 越不准的 我们就是用脚的力量 OK 向上 让它跌下来 明白 当然 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 就射到这么高 你说真的要这么高 你记住 自己好好控制 那个跑物线 记住找一个你讨厌的人 的一难 OK 向上放松 向上射 任何时间都想着 是要跌下来 进去的 对了 所以 如果现在 你会见到 可能NB越射越远 三分射一个车位 Tray-Yang在这里射球 Clutch Shot 全部都是因为 你记住 我们不是向前射 如果向前射的话 OK 向前射的话 你很用力的 而且这个球 也很难入 运动不了大腿的力量 记住 如果我到个框 我们中间点 大约就在佛球线前一步 是阿豪 是 亚湾这里 OK 我这个位置 三分射后三步距离 大约在这里 其实我只要射 我们过了山 过了山顶 之后 跌下来 那球会入 明白 来一球 准备 OK 射过山顶 等它跌下来 来一球 射过山顶 等它跌下来 入 明白 OK 好 用的是大推的力量 盡量少用手力 有没有问题 记住 射球有两个力量 一 自己创造的 二 地心吸力 三 土研的队友 有第三个力量 OK 记住 踢他 有没有问题 踢你 好了 那今天 Mountain Shot 踢到这里 OK 男帝 踢不到 OK